感谢北京商报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之前呢 很多的媒体和自媒体都在说特斯拉 即将降价 还会降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不是空血来风 因为特斯拉以往 只要在它的订单 订单量 手握的订单量降到低点的时候 它一般来说都会降价 过去的都是这么操作的 就比如说 七万八万的时候 就开始降价了 那前一阵子 它的订单量又降到了七万左右 八万的这样子 它就会降价 然后让它的手中的订单量 是中保时代 十万以上 这说的是中国国内 但是呢 这不是中间又出了其他事情吗 这个北京商报 出了一篇文章 痛批特斯拉 说特斯拉降价 害人害己 商人商己 说特斯拉降价 不但损害了 自己企业的利益 损害了股东利益 损害了自己的品牌和商标 损害了自己的品牌复加值 而且还伤害到了 其他的整个行业 导致整个行业的内卷 大家都被迫跟着降价 反正说了一大堆的理由 而且甚至在暗示 特斯拉这么做 是别有用心 是为了挤压 国内的电车厂家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 北京商报 这好歹也是研究商业的 他难道不明白 特斯拉的销量提升 是整个中国的 电车产业链的销量的提升吗 特斯拉现在几乎 已经是完全国产 所有的领配件都是国产 它的销量提升 国产有多少上市企业的 后面也跟着会销量提升 那大家都打价 大家都促销 为什么都促销 因为现在确实是 整个汽车行业的寒动 是整体的汽车卖的不好 不促销怎么卖的出去呢 对吧 而且特斯拉降价 它本身 它是因为它成本上扛得住 它不是卖一辆赔一辆 它虽然利润比以前低了 但是它卖的多了以后 它的利润还是可以摊过来的 是股票受影响了 因为利润不及预期 虽然这个第一季度买了 还是卖疯了 卖全球卖了40多万了 但是利润不及预期 所以股票下跌 两个月的时间 特斯拉的股票跌了 大概有四分之一 那又怎样呢 咱们总觉得 好像股票跌了就不行了 市值蒸发一万亿 当初一说宝马的时候 宝马因为宾激凌市值 蒸发了一百多亿 其实两个点 怎么正常波动 过两天可能有点什么利好 它光一下又涨回去了 有什么影响 特斯拉也是这样的 它只不过是 按照它自己的节奏来 这个马斯克早就说过了 我们的目标 就是把现有的所有的成本 都降低一半 通过各个方式 把现有的成本降低一半 把这车更便宜的 卖给所有的人 特斯拉走的 一直是一种封闭的 闭环的 这叫生态系统的方式 跟苹果非常像 我硬件便宜点卖 然后我的整个的软件系统 什么的 这个以后还可以挣钱 它的FSD在北美 一直在涨价 比最初的时候 已经涨了很多了 因为人家已经 基本上实现了 可以完全自动驾驶 当然那是跟他们的 当地的道路环境 法律法规也都是有关系的 这个在中国还不行 所以在中国它就没卖那么贵 这是它的战略目标 它一定会逐步去实施的 随着它的成本降低 你看着它的降价 还得再来 但是因为有了北京商报的 这一通的舆论造势 很多媒体又跟上 指责特斯拉这种降价行为 不道德 不道德 然后挺好 在昨天 特斯拉官方宣布 这个主力车型 Model 3 Model Y 每款涨2000块钱 虽然涨的不多 但是人家的意思就是 你看 你们不说我降价不好 那我涨价 涨价 那你们没得说了吧 这个报纸 批特斯拉 这个批特斯拉 那唯一没批的 就是它的降价 让它的降价 导致整个的连锁效应 让消费者得到的时候 那这个市场 应该是为谁服务的 整个的汽车产业 应该是为谁服务的 唯独不提消费者 所以作为一个 潜在的消费者 或者是已经有车的消费者 我觉得大家都 是不是都不太能理解 这个北京商报的这种事 而且动不动 还要给人家贴上那种 什么别有用心的标签 针对这个民族企业的标签 我特别烦感 整个这个产业链 特斯拉进来之后 把它整个饼做大 雨后春笋般的 这个电车企业出来 加上国家的 这个政策扶持 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你的电车 现在已经完全 可以和油车分平抗力了 也导致油车的大降价 对吧 传统车界都在降价 这有什么不好的 因为你本来车市就不景气 不降价谁买 所以 北京商报好样的啊 感谢你 涨价了 你看看消费者会怎么说你 好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 加关注